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大医院基本上都非常多 每次产检都好累 加上堵车啊 加上我又住打外 有时候七点多就得来了 因为我是第二胎嘛 以前第一胎不是这么麻烦 现在的话每天如果说七点半挂人就已经很多了 大概比以前要多多少 有没有就比较习惯的 至少两倍以上吧 非常差 大概要多久 重 要看啊 如果有预约就还好 没有预约就是一早上就没了 除了医院产科门诊 不少准妈妈们还告诉记者 现在我是不少医院产科的床位也非常紧张 记者从市富有保健院产科了解到 今年以来 医院的门诊数量和去年相比有明显增加 其中 今年三月 产科的门诊数量更是突破两万人次 达到两万零八百四十八人次 创几年以来新高 医生预计 接下来一段时间 前来产检的人数还将会进一步增加 产检量确实实是有明显的增加 和去年同期的比的话 我们目前的是每天的产科门诊的量是一千多 最多的人时候能达到一千二左右 一千二百多 就一天的光产科的量 那么我们在去年来看的话 基本的话就是八九百到一千 面对这样的情况 是富有保健院也调整了诊疗流程 希望通过一站式服务 尽可能减少孕妇排队的时间 来了以后 直接转卡 转卡完了以后 直接就是在门诊间就诊 那么量完了血压和体重 以及功高护卫这数这些就进完诊室以后去检验科 这样的话就避免他看完了以后再去转诊 转诊完了以后再返回来看这个流程 让患者尽量地减少在门诊治流的时间 就是把流程理顺 同时科室的集中力量管理产科的这些重症人群 现在怀孕的准妈妈感觉到排队产检的人多 医院产科的床位吃紧 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 高龄孕产妇的数量也进一步增加 这一类孕产妇怀孕分娩风险是比较大的 对医院的技术要求就更高了 给产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随着二孩潮的越发凸显 医院接诊地患有各种合并症 并发症的高龄产妇数量 和之前相比也增加了不少 前段时间是妇幼保健院更是接诊的一名 53岁奶奶级的孕妇 而这些高龄孕产妇中 有不少都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 或者此前有过剖工产经理 再次怀孕分娩面临更大的风险 周边地区的各种的病发症 合并症 合并的高压 糖尿病 甲碱等等的 然后还有供给还渣的 这个体重指数也比较高的 这样的患者都在明显地这样增加 据了解 从去年眼里至今 是妇幼保健院接诊的 包括高龄孕产妇在内的 具有高危妊娠因素的孕妇 和上年度同期相比增加了近三成 另据了解今年以来 174医院产科接诊的孕产妇中 近九成都属于高危妊娠 医生介绍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二孩潮 尤其是高危孕产妇的数量增加明显 医院方面亦是无法增加床位和医务人员 希望通过加快床位周转服务更多孕产妇 此外 为了缓解部分医院门诊和就诊压力 医生也希望更多健康的孕妇 可以就近在有资质的助产机构产检分娩 如果它的整个的产检过程都是好的 我们也是希望这些患者分散到各家医院 那么重症患者我们是来者不拒 就来了就一定要收的 如果是相对的正常的认身 当然必要的时候可以到二级助产单位分流 这样分级诊治支援不浪费 才能够是所有的 确保所有的孕产妇的安全 记者湘欣 高志强报道 关注一下小学的招生 斯明区下午是公布了 今年秋季小学招生办法 并划定了各个公办小学画片的范围 今年报名时间是7月31号 8月1号 今年 斯明区小学招生对象 仍是本区户籍或居住在本区 符合政策条件的年满六周岁 也就是201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士林儿童 公办小学实行画片招生 优先招收片区内本区户籍士林儿童 和往年一样 片区招生对象仍要符合两一致 即士林儿童与父亲母亲户口一致 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一致 片区招生对象落户的截止日期为 2016年8月1号 港澳儿童 外籍子女等几类 政策性照顾对象的入学办法 也与往年相同 同时公布的还有斯明区 各公办小学的画片范围 今年的画片范围 仍执行往年的住宅划分 家长可登陆斯明教育网查看 本台记者报道 都说年轻人总是创意无限 而且现在呢 在这个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很多的奇思妙想就会变成现实 在第二届的中美创合大赛 在厦门分战赛上就汇集了众多高校学生 以及企业青年创客在这里比拼创意 这就相当于一场创意的选秀 我们来看一下 来自厦门大学的大四学生吴帝宏 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他经常遇到找不到理想的足球运动场地的问题 于是他构思了一款便携式的足球门 只需要一块空地 就能够用激光投影技术架构起一个五人制足球的运动场地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他和同伴们在48小时的创客马拉松中搭建出的雏形 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视频记录的功能 就是当你在场上比赛的时候 他可以去记录你射门的次数 然后你控球的速率或者是这些 然后同时他能够 因为球门视角是一个很棒的视角 那他在球门那个视角也能够拍出 就是射门的很精彩的那个瞬间 产品展台太枯燥 可以试试福州大学李凯歌团队设计的智能展台 电子感应能让展品在你伸出手后 快速下降并藏起 这样既能让贵重的展品大方世人 又能保证展品的安全 我感觉应用市场非常广 比如说展示一些那个相机啊 手机啊各种方面的卖场都可以用 然后另外我们还可以用于博物馆 以及各种展览会 此次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厦门分战赛吸引了福建省内外 13所高校大学生 及部分企业的青年创客报名参赛 报名人数近200人 其中有28只队伍进入了 48小时创客马拉松环节 参赛者要在两天时间内 将自己的创想设计 变为可演示的产品原型 智能垃圾桶 奶油裱花机 智能儿童餐盘等等 创客们的奇思妙想很多都来源于生活点滴 他们的创意更属于自己的生活 更属于自己的个性 创客大赛最重要的目标是 让同学把这样子的想法 把这样子的思考方式给释放出来 而不只是说这些同学马上要做 产业现在已经在做的事 最终 夏文分战赛将选送六支队伍 参加今年8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 优胜的队伍将有机会获得 来自多方的创业支持和指导 将创业梦想变为现实 记者小慧段志伟报道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年第一号台风 尼伯特已经远去了 但是我市的降水仍然没有停止 从8号晚上8点到昨天夜里 我是普将暴雨到大暴雨 岛外北部山区累计最大降雨量 甚至超过了200毫米 气象部门预测 今明两天 我是还会有震雨或者雷震雨 局部地区可能有大大暴雨 今天上午9点左右 岛内部分地区 嘻嘻嘻嘻嘻地下了一些小雨 可是没过多久就雨过天晴 下午还出了太阳 感觉到稍微有些闷热 虽然今天白天没什么降雨 但是中午12点半 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受西南暖石气流的影响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 我市会有震雨到雷震雨 局部仍有暴雨 并伴有雷电和局部的短时强降水 另外上午10点 市国土房产局与市气象台 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一直到明天上午10点 我是有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 那么由于前期的这个降水偏多 那么土浪饱和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目前全市的地质灾害风险等级 相对来说较高 需要防范这个局地短时强降水 造成的这个喷塌及地质灾害的一个情况 未来几天 在结束了降雨天气后 从周三开始 由于受到负热带高压的影响 或市整体的天气将转为多云 但午后仍可能出现震雨或雷震雨 并且气温也会明显上升 尤其到了周末 可能会再次迎来高温天气 气温也会明显地上升 因为酒后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6度 要注意做好这个防范 这个雷电 以及这个高温的天气 记者范琪 吴国豪报道 最近这段时间呢 交警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大了酒驾的查处力度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驾驶员抱着侥幸的心理 今天上午 又有驾驶员因为睡前酒后驾驶 被民警查获 上午8点多 厦门高速交警支队 针对酒驾违法行为展开统一行动 在厦门高速收费站 民警在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 闻到车里有一股酒味 在对驾驶员进行酒测后发现 这名驾驶员体内酒精含量 达到每100毫升26毫克 超过了酒后驾驶的标准 你现在是26 你属于酒后驾驶 喝了多少酒 4瓶啤酒了 4瓶啤酒 对啊 我也没喝那么白的 昨天晚上1点之前的 这名驾驶员因涉嫌酒后驾驶 将被罚款1000元 继12分 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 五天内接单单 拿到我们厦门高速交警支队 楼下大厅去处理 12分而已 12分没了 你要去学习第一个科目 除了私家车驾驶员酒驾外 上午高速交警还查处了 一起涉嫌酒驾的拖头车驾驶员 检测时这名驾驶员体内酒精含量 达到每100毫升42毫克 因为驾驶营运车辆 这名拖头车驾驶员 除了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 罚款5000元的处罚外 他的驾驶证将被吊销 明镜表示 法国欧洲杯比赛虽然已经结束 但他们仍将严查酒驾违法行为 也请广大驾驶员 切无存在侥幸心理 就后开车上路 记者咸云 杨仁杰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命悬一线 司机追尾前车 侥幸逃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特区性广场 今天凌晨 一艘出海打鱼的渔船 在东山菜鱼海域 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帆船 幸运的是 渔船上的两位渔民 整巧遇到了正在附近海域 执行任务的海军军舰 叫泉州舰被成功救起 上午11点半 海军泉州舰靠泊在 夏蒙某海军码头 在海军东海舰队 某水井区官兵的护送下 被成功营救的两名渔民 走下了舰艇 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 虽然已经做过一些初步救治 他们还是被送往附近的 海军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被救的两名渔民 都来自张州市东山县同龄镇 昨天夜里 看到台风尼伯特过境后 他们驾驶一艘渔船出海打鱼 不料在今天凌晨5点左右 在东山菜鱼海域附近 遇到强对流天气 当时海上风浪骤起 渔船被打翻反扣在海面上 而此时正在执行任务的泉州舰收到了求助信号 于是立即加强对海面搜索 上午7点55分左右 泉州舰成功发现目标并迅速展开救援 由于当时下着雨 海上风浪比较大 舰上临时搜救指挥所 当即调遣一艘高速小艇 靠近渔船进行营救 这个当时因为吓得中意 这个两名这个落水 这个失事这个阴面 感觉前身已经这个这个色色发抖 这时候我们这个 主要是考虑到这个落水人员安全 我们主要是从上风接近 这个缓慢接近 同时对这个周围这个过往船只 进行这个发布这个航行通告 航行警告 注意规避这个失事遗传 好 好 再碰你一点 再碰你一点 好 好 高速小艇经过两次尝试后 终于在8点20分左右 将这两名渔民成功营救 并转移到泉州舰上 舰上军医对渔民进行了初步救治 更换衣物补充能量 很感谢他们这次救了我们 不然我们这次在海上漂多久都不知道 真的非常感谢 真的 记者小慧段志伟通讯员雄卫报导 昨天早上6点左右 下沙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轿车 高速追尾撞上了前面的一辆集装箱车 这个力道很大 集装箱车的这个后保险杠 都插到了这个轿车的驾驶室里面 几乎已经贴着小车的驾驶员的脸了 我们来看看当时救援的画面 事故现场 一辆白色轿车 钻进了前方这辆集装箱货车的尾部 轿车的车门紧闭 驾驶员被困在车内 赶到的消防官兵用液压破筛器材 强行把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打开 这时眼前的一幕震惊了现场的救援人员 驾驶员坐在驾驶位上 保持着开车的姿势 但货车后保险杠已经插进驾驶室 挡在驾驶员前方 驾驶员的头部几乎是贴着货车的后保险杠 中间相隔不到5厘米 让在场所有人感到庆幸的是 因为这5厘米的距离 轿车驾驶员的头部没有受到撞击 身体也没有大碍 消防官兵先后把轿车的4个车门全部打开 救援人员钻进轿车内部 仔细查看寻找合适的受力点 之后消防官兵用液压称顶杆 一端顶在货车的尾部 另一端顶住轿车的地柱上 小心地顶称扩大救援空间 此时被困的驾驶员也配合扩张作业 顺着座椅向下滑 并最终成功脱困 本台记者和特别记者报道 大难不死 另外今天早上7点15分左右 祥安马向的一家纸巾加工厂失火 接到报警后 消防部门也迅速调集力量 赶往现场扑救 离火场一公里外 记者就看到火场上空腾起了大量黑烟 起火的这家纸巾加工厂 是单层的铁皮搭盖 在高温制烤下 部分铁皮已经坍塌 在铁皮下方 可以看到明火正在燃烧 工厂内还停着一辆乡士货车 也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铁架 现场消防官民在纸巾加工厂的四周 设置了多个水枪阵地 朝铁皮搭盖内部出水灭火 现场工人告诉记者 这家纸巾加工厂的生产原料 是成捆的纸巾成品 然后通过机器进行切割和分包装 所以工厂内部堆放了大量堆剁起来的 纸质品和部分塑料袋等可燃物 今天一早 工人来上班时 才发现工厂的生产车间 有明火在燃烧 工人试图灭火自救 但因为可燃物太多 火势快速蔓延开来 每天下班的时候 都是把电源都是断掉的 但今天早上来就是 忽然间就着火了 在灭火过程中 纸巾厂负责人的手被轻微烫伤 不过没有大碍 上午9点左右 现场的明火已经被基本覆灭 但堆剁在一起的纸质品 不时发生殷燃 消防官兵把堆剁的纸质品摊开 逐个清理余火 初步估计 火灾顾火面积在400平方米左右 目前起火的具体原因 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中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有一家矿业公司 说这个公司需要资金去购买开采设备 以高额的利息吸收公众存款 可是钱到手以后 公司的管层卷款跑路 最近四名法院公开审理了 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被告人彭某今年63岁来自广东 另一名被告人吴某今年39岁来自江西 检查机关经审理查明 还在追逃的王某于2014年3月 注册成立湖南辉率矿业有限公司 同年8月注册成立辉率厦门分公司 分公司经营场所设在地豪大厦 分公司成立后 招聘了被告人彭某作为总经理 吴某作为业务员 另外还招聘了几名工作人员 平时业务员通过发放传单 举办推介会等方式 吸引客户到公司了解情况 然后便以公司在广西有矿产 需要资金购买开采设备为由 向客户借款 看到公司有正规的经营台照 采矿许可证 矿产地照片宣传册等相关资料 再加上公司承诺每月定期支付 投资款的2%作为利息 很多客户都信以为真 于是纷纷签订借款合同 不少客人还拉着家人朋友 一起借款给公司 这些客户本以为自己捡到大便宜了 却没想到 2014年11月底 公司的管理层都挟款逃跑了 截至案发 汇率厦门分公司 共向70多名不特定群众 吸收资金共计300多万元 支付利息11万多元 经上网追逃 去年9月 彭某和吴某分别在广东和江西 被警方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彭某 吴某 伙同 王某等人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其中被告人彭某和吴某 分别参与吸收公众存款 300多万元和50多万元 数额巨大 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自民法院还在对这起案件 好 来关注一下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截至下午的三点钟 评价空气质量的六项指标 污染物的浓度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晚上的七点钟 我示的空气质量指数 是18空气质量为优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称 目前每年大约有650万人 死于空气污染 是继高血压 不健康饮食和吸烟之后的人类 第四大健康威胁 我们来了解一下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表调查报告称 因全球有害气体排放量巨大等原因 每年死于室内外空气污染的人数惊人 目前每年高达650万 报告称 空气污染问题已经是全球难题 全球约有80%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 无法呼吸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达标质量的空气 其中室外空气污染是首因 空气中含有大量酸性物质 重金属 颗粒物 及多种有害气体 人们长期吸入低质量空气可引起肺癌 心脏病及呼吸系统疾病 由此导致的死亡案例已成为 既高血压 不健康饮食和吸烟之外的 人类健康第四大威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过早死亡案例开始攀升 预计将由如今每年300万 上升到2040年的450万 尤其在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 这一影响预计会更加严重 报告呼吁世界各国 因改变能源生产和使用方式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减少空气污染 对人们健康的伤害和生命的威胁 相比之下 我们下面的空气质量确实很好 预计明天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 依然是在优级的标准 好的 以上就是 今年特区信用广场的全部内容 祥安作为我是最年轻的行政区 教育基础相对薄弱 今年祥安区各有一所中学 一所小学 升格为是直属校 那么这对推动 祥安区的教育均衡发展 会有怎样的促进意义呢 稍微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们来了解 也请您留意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